今日秦淮警方招呼了一名 盗窃超市和手机店的惯犯 民警在对齐检查的时候 发现嫌疑人身上纹满了各路神佛 甚至还在额头上纹了个阿郎神的眼睛 该男子称 之所以纹这些 是因为菩萨保佑 招财敬保 纹什么还是要听大家的意见呢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天下研究所206所利用航天技术研发了 一款可穿在身上的空调衣 并已投入市场 可以为高温下工作的人们送来凉爽 产品由夜冷背心 自冷单元和电源组成 空调机体积小 重量轻 适用方便 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 我觉得快递员和环卫工人等 护卫人员会非常需要 希望价格便宜一点吧 让大家都能买得起 去年9月 马某和胡某在昆明滇池 进一区用电雨器 电雨45.55公斤 然后被公诉机关提起诉讼 在今年的7月11日 法院判决奖被告犯非法捕捞随差命罪 各属罚金两千元 并判两被告购买六万 伪高被给予和花瓣链鱼 鱼苗投入滇池作为生态补偿 7月14日 海口一路口 交警在执行的过程中 拦下一骑机动车闯红灯的拦指 准备对击处罚 然后盖拦指 最后橄榄子还是被带走了 美国一只三岁的狗狗 今日生下九只小狗 但主人却意外而又近期的发现 其中有一只小狗是薄荷绿色的 据说是狗妈妈在怀孕的时候 接触到了胆绿树 影响到小狗的茅舍了 但对净抗无害 这种情况很少见 全球就发生过三次 为了庆祝这一绿色狗狗的诞生 主人给小狗取名胜利 这里孩子想说一句 当然是选择原谅它啦 祝君 到了中午的提升心脑环节 对呀就这里下的 就给张家宝洗车 对呀我以为是谁在楼上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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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